Odio Jungle 中国最大的科技巨头,正与政府部门合作,创建数字身份、证件,可替代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在中国公民必须出示身份证,才能获得众多公共和私人服务。 比如乘火车和入住酒店,这一趋势凸显出中国政府越来越依赖国内大型科技公司来实现,其利用最新数字、技术监控国民的目的。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上周报道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CETHOLDI&SLTD0700HKTCHY,简称腾讯及公安部,已在位于南方的广东省广州市,推出了一项数字身份证明试点计划并表示,最终将在全国推广。 这项计划将允许人们使用腾讯的微信WECHAT创建一个官方身份证,微信在中国拥有超过9.8亿用户期功能,包括发送文字信息和移动支付等。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助的,这项是点计划,人们可以将面不图,像扫描到一款微信小程序,读出屏幕上显示的四个数字并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其他信息,就可以创建一个基本的身份证。 一个更先进的版本则,可以用于公司注册等正式用途,该版本要求用户在获得批准的地点通过安全终端登录并下载另一个应用。 腾讯对此不予置评,中共公安部媒,又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此外,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ALIDABAGROUPHOLDI&GLTDBABA的关联公司马戟金融服务集团, A-N-T-F-I-N-A-N-C-I-A-L-S-E-R-V-I-C-E-S-G-R-O-U-P,简称,马戟金服,正在武汉测市一个程序,该程序允许公民通过支付宝,A-L-I-P-A-Y,移动支付,系统办理护照申请预约等网上进入。 马戟金服还与武汉和深圳交警合作,将支付宝身份信息,作为常规交通、检查等长河的正式身份证件。 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士说,政府借助科技公司,旅行国家职,能并非没有先例,但中国政府利用私人智能手机英用来推动政策执行的程度却前所未有。 Canales研究总监彭璐平,NICOLEPENG,在提到微信身份证时表示,像这种社交媒体应用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恐怕不会在别处发生。 中国正在打造全球数一数二的复杂高科技系统来对公民实施监控,政府和科技公司关系日益紧密,这已经引发隐私倡议人士的担忧。 尽管这些科技公司承诺会保护相关数据,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ASAGLOBALTITUT,旗下NSHGlobe Online网上期刊,执行编辑,SEVERINEAENE说,和政府能够收集到的数据相比,这些公司获取的数据,更加丰富和深入。 因此政府常常从这些公司获得信息,可见这些公司影,想力之大,ASBDUGO等于WIDOW,ADSBYGOOGLE,BUSH,一称,从实体身份,证,像数字图,像的转变,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中国人在购物、餐厅结账、和官、看士兵等各种日常活动中,均使用移动设备,不过这当中也存在风险,就是这些公司有可能被认为和政府走得太近。 也说,这些公司需要考虑自己的国际声誉,和投资者,对他们的看法。 律师事务所Morrison Forcher执行合伙人Paul McKenzie称,管理海量的政府数据还增加了数据外泄的风险。 McKenzie称,在部署这种技术的过程中,微信最终将掌握居民身份证和有关信息的海量数据,微信网路将成为黑客的重要目标。 微信身份正式点击华,已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评论,很多人赞扬这种做法增加便利,但也有人担心腾讯与中国政府的联系。 一位用户评论说,腾讯已经打入政府内部,谁也阻挡不住。 另一位用户评论道,现在成了中华腾讯共和国,来源,华尔街日报。